他明显的提升 那同时呢 他们在前三板的这种能力上啊 也有很强 也是通过发球连得了两分 而且他的正反手 都是这种大开大合 嗯 依旧选择高炮 嗯 依旧选择高炮 嗯 5 平眼眉宇也能够给出一个非常旋转非常强的这种下旋起板 造成台大的威胁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局的目前的情况 本女队来说啊 比较先进的打法 那就是这种前三板 我们可以看 其实在 可以说是从 呃 十三加醇开始 高炮 看看这一板的 发球过后的弦见 好的 上手的这个质量和想法 оз 9 5 3 3 5 哇好的把球 出现了逆转 这种 去投入进去 没戏了 估都会是一个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回击 没了 反而不用去过分的调动对方 对 关键的一分 还是发球 凭眼眉宇的正手短的位置 这是一个 处理的不是很好 不好 不好 哇有了 看出啊 从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就可以 亏见到啊 目前日本女队的一个技术 哇 好球啊 5比3 哇 我们家 这 10 7 11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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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动相持 他一旦身体不合位的时候 他还是会选择高质量的出手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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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吧 好 行程相持 6比5 两个人之间的胜者 将在下一轮对阵我们国平的小将陈毅 相信陈毅也会 这个球其实稍微降下来一点的话 它可能是会上台 你可以下一板的衔接的过程中和为了再 耐心 其实就是比拼运动员的心态 谁能够更稳定 别上头 质量的道路上有一些跑偏 整个人站位就有点奇奇怪怪 然后是在中进台这种合理的范围内加质量 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这一板成9比9 看看片梅宇的控制球能够做得如何 关键的一分啊 顶 这一板成9比4